任德華是最好業主 劉嘉玲拍飯不做包租婆 劉嘉玲、任德華、唐詩詠等 昨天去到大埔林村為何睡片 我的情敵女神進行開鏡拜神儀式 天理好意之下開工 看劉嘉玲的華哥說 一個早上就已經換了十多件T恤 他就開玩笑地說 因為女神太熱情 令她熱得出汗 而劉嘉玲就馬上說 做姻緣就是這樣 所以沒辦法投訴 而華哥在他中飾演劏房大王 最終就受到女神劉嘉玲的影響 而變回做好人 以兩元的平價 將單位租給年輕人 記者的笑子 不消物業的華哥都可以效法下坡 她就說她的物業租戶做了很多年 大家都想到她收得多便宜 有些店舖更加一宗租了十年以上 所以她是最好的業主 問到劉嘉玲會否效法華哥 她就說 她有她的想法 我就覺得現在多物業其實是負擔 就是要減少一些負擔 你的物業你要去理 你不理要有人去住 對不對 你要有一個功能性才可以 你放在這裡沒用的 你又要付管理費 維修費 你租屋又要給人家 complain 就是有很多麻煩的事 這個想法我除了年紀的長大 但你是正在改變的 即是有時投資有很多方面 華哥不同 我比較冒險一點 我有時的 進取 進取 就像生意 哈哈